我們來到東廣的松山湖 然後是追馳車店 吳教練 吳教練 吳教練有一個 特別的經歷 關於使用安全帽 我們請他來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是這樣的 這是 16年去信尧比賽的時候 我戴著 銳鏡這一款頭盔 當時是顧警裡 贊助的 然後的話 當時衝刺的時候 時速的話大概去到65公里 時速了 頭盔的話先走 頭盔走 頭盔的話是封解的力量 頭盔碎掉了 但是頭一點是都沒有 確實這個銳鏡頭盔 是一個很不錯的 一個頭盔 值得我們去信賴 那你當時摔射的時候你怕不怕 你摔到頭了 摔到頭了 摔到當時 當時有人員要帶我去醫院檢查 我說不用了 因為我這個自己能感覺到 沒什麼事就是擦破一點皮 頭盔已經把我很好的保護到了 所以說我根本沒有擔心 也沒有去醫院 這樣子 那你是一個下坡的情況 摔車還是 下坡 平路帶著下坡 速度比較快 對 騎一個3D車 3D車 時速達265不得了 好我們謝謝吳教練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頭盔 好哪裡裂了 那時候撞到哪裡 這個頭盔是這裡 大家看到這樣 這個在左側 左側 左側 這是裡面的 左側 這個地方是著地的 落地的 正好撞在後腦上的位置 是 還好人都沒事 那今年有什麼比賽的計劃嗎 今年過了年有綿羊 新娘也都可以去參加 是 聽說你在去年的11月 在雲南的格蘭芬多 你也去參賽比賽了 對 你的怎麼樣 格蘭芬多 我是39歲以上組的總冠軍 哇 六戰的分戰冠軍 六戰的分戰冠軍 對 然後也是39歲以上的分組的冠軍 對 騎自行車幾年了 我騎自行車騎了26年了 從13歲就開始騎自行車 那以前是車隊的嗎 對 剛開始是彥宇隊 最後去到專業隊 然後又到廣州隊 哦 那你對自行車非常的熱愛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採訪這個吳教練 我們謝謝他 謝謝